从事软件开发工作 性价比最高 但如何能快速掌握一门技术 字不如表 表不如图 图不如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教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新说PHP 大家好 我是兄弟的讲师高洛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妹子 上这课咱们讲了一些 数字声明的特性 对不对 咱们说了在PHP数字声明 有多种方法 对吧 那这节课咱们介绍了 另外一种声明数字方法 也是非常常用的 那我们看一下 就是用这个函数 来咱们把P系列出来 使用哪个函数呢 这话 使用ARAY这个函数来声明速度 其实说它是函数 它并非是一个真正的函数 跟咱们include iPhone一样 是相当于一个系统指令 比如说我们用这个判断 如果什么 Faction 下方先 ESISTS 判断这个 ARAY存不存在呢 我们看一下 如果这样的话 我们就输出 存在 对吧 否则我们输出 输出什么 不存在 对不对 那我们看一下结果 是存在还是不存在的 但是呢 但是呢 你查手上 它的确确确确确实在的 对不对 像这样的还是有很多 也不存太多 对不对 十几二十个几十个吧 当然你可以总结一下 那用它声明速度 那它们声明速度有什么好处呢 如果你一个一个 像前面的 之间复制声明方法的时候 那列的长 代码比较长 对吧 看上去不像是 一个整体 还像是零散的变量声明 对不对 只不过用中文号 或者用刮刮 用下标 把它规则到一个变量去了 对吧 而如果我们用这种方法声明的话 用这个函数 对吧 里边的每一个元素 相当于一个参数 这种感觉 更像是一个整体 听了吗 比如说这里边 AA BBB CC BBB 对吧 这样的话 我们就直接在这里边 声明好了四个元素 是不是相当于一个函数的四个参数 对吧 那想象一下 数组的元素 都是有下标和值的 那这四个元素的下标应该是多少 大家也可以想一下 所以 对 默认是所以的 默认是什么 所以的 下标 而且 怎么办 是从零开始的 对 和咱们之间那个声明 综合号里边不写东西是一样的 对不对 来 我们看一下 我们要想知道这个数组长什么样 我们直接 出人的R打印一下 这个数组 是不是就可以了 好 我们来 逆经一下 看 数组下标 从零开始 那我都说了 我们在这里边 我们能不能指定 随意指定下标呢 当然可以 数组兼入下标和值所成的 下标你就可以任意指定 对吧 那好 我们怎么指定呢 使用这个符号 怎么的 指定下标 怎么指定 比如说 在这方指定 9 看到了 下标还是有所以下标和 字符串下标之数 对不对 那我这话 也给你指定什么 一个字符串的下标 看到了 所以说它不是一个真正的函数 也有道理 为什么呢 你看 这种下标像是咱们前面 学过函数的那种参数的格式吗 除了这个函数 其他函数能用到这种格式吗 用不上 对不对 所以它可以说是系统特有的一个 对不对 不能把它叫做纯函数 因为可以守得一个好好 从下标 对不对 那指定下标的特性 和咱们前面学过那个特性 是一模一样 什么特性呢 自动增长的下标会怎么样 会是默认是从零开始的 对不对 如果出现一个大值的话 后边出现 前面出现过的就是覆盖 对吧 自动增长的会从最大值上加一 对吧 然后所谓关联数组的下标 不会影响到 所以下标的自动增长 对 这是数字下标几个特性 跟前面是一模一样的 这就不用多说了 你只要记住 如何指定下标也就可以了 对吧 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值 0 2 9 是不是这个值 对吧 所以我们通常是用这种方式 去指定下标 这就是 这个还是什么样 如果你通过前面记者课 了解数的特性的话 这个只是一种生命方式的 如果是用循环去生命速度 往速度加元素的话 咱前面那种直接复制的生命方法 那个是比较合适的 如果是手动生命计十个元素 或者十几个元素的话 这种方法是比较合适的 对吧 然后咱们再记一个特点什么的 在P2P里边还有一个新版本里边 比如说P2P5.4 对吧 以后可以像什么 其他语言一样声明输足了 其他语言怎么声明的 我给你指定一下 比如说 西语言或者是GS语言 对不对 或者加倍语言都是这样 ITA 中央号十 对吧 等于这别的元素大的话 对吧 像GS是这样 VR A 对吧 等于中央号里边全12345 对吧 是用中央号这些声明 不是用这函数 对吧 在P2P的新版本 记得是P2P的新版本 对不对 5.4以后支持了这种生命方法 什么呢 直接使用中央号 记得 如果你现在在用5.2的版本 5.3版是没有这个的 对吧 要确定新功能的版本 当然了 如果你环境 你想哪个版本都支持 那采用上面这种是不行 对 如果采用新的 那就使用这种方法 那我们来看一下 可不可以呢 同样 A 我就随便写别做的 VV 然后334455 对不对 看一下可不可以吗 是不可以啊 同样我可以指定 在这块指定下标的 假如这块指定就 对 妹子说对了 中央号这种声明数字方式 和这个耳瑞函数声明的是一样的 只不过什么不一样啊 就是这个形式上是不一样的 其他东西的没有什么 看到了 都是一样的 对不对 所以说使用这种跟别的语言 一是兼容 另外呢 如果你熟悉其他语言的话 看上去也舒服一些 也比耳瑞要简单一些 对不对 所以新版本的 我也建议你这么去使用 行的吧 新版本建议啊 但老外人不行 重点提示了 不是所有版本都通用的 对吧 那这就是额瑞上面的方法 对不对 那既然他说到新版本的功能了 新版本的功能 对不对 那 PST的新版本 对数字的话 还有一个功能的支持 什么呢 来 我们把这个 看一下 我做一个函数 做一个函数 叫个DEMO 对吧 这个DEMO里边呢 返回一个数字 A-I-Y 里边停三个值 比如说 A-I-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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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了吗 这个当然经过一些算法法 这数字 咱只解写合着 对不对 在咱们以前的版本里边 如果想用到这个数字里的元素 我们必须怎么用呢 将这个给一个变量 DEMO 是法文一个数字 A-I-Y 是不是就在法文一个数字 对吧 然后我想法文这里边的任何一个值 我们可以怎么办呢 比如访问下标为零的 访问是谁 是不是万 对吧 我们看一下是输出的结果 是不是万 对吧 但是在新版本里边 我们如果就想访问这数字里边 一经线做 直接调用 DEMO 看到了 DEMO里边是不是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反位是不是数多 直接通过综化或者花号下标反位 下标为一的 你看这种合适 函数后边加个综化号 先看一下能不能把这个吐出来 对吧 这不出来了 嗯 这就是我们新版本里边支持的方法 函数如果直接反过数字 调用函数的同时 直接加综化 就能防止数字的下标为俗 听了吗 这也是在老版本里面有的 好吧 这就是咱们 peerp用 怎么 其他方法声明数数 和新版本里边的一些特性 对吧 那大家在学习这些东西 假如说感觉有点乱 或者是其他的这一刻件我也会放在咱们的行李 里边 或者是看西部的 peerp 也可以看到这些支点 好吧 大家可以通过手册去看一下 比如说刚才说的一些新的特性 看一下 这是peerp5.4期 是不是用综化 什么的 用它来代替 对不对 这叫短数定义法 对吧 还有一些新的特性 比如说在函数里边 方法里边反过这个 对直接反过就可以 对吧 也是peerp5.4期 可以用数据 间接引着含着的方法 调用这个成果 结果 对不对 之前是通过一个临时变量 像以前的方法 都是这个 把它复给一个变量 然后呢 通过变量来访问这个连续 现在我们可以直接调用这个 来访问这个连续 那课件上的 和我们刚才写的例子 这是名称上 有一些不同的 对吧 其他还是相同的 这就是我们 这节课跟大家介绍一个 文威声明数据的一个新的方法 对吧 其中介绍了几个支点 特别是peerp5.4以后 加的新功能 好 谢谢大家 咱们这节课就先介绍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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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